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邝任和古柏等人加入乌县赤卫总队 当时邝任农任总队长 随着敌人的进攻乌县赤卫总队 受到很大的失败 不久后巡乌县赤卫总队 编入红军第35军 邝任农任军部军需长 先后参加了苏区二至五次反围角战斗 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遵义会议后三度赤水时 当时担任攻击部长的邝任农患了瘧气 一会儿弹 一会儿惹 两条腿相惯了牵势地走不动 眼看就要掉队 当时任三军团政治委员内阳尚昆得知情况 立即调来一个牌 用担架抬着他行军 他病了六天 就在担架上被抬了六天 赶了六百多里骑驻山路 当红军到陕北后 邝任农参加了陕北第一场战役直罗阵战役 抗日战争时 七又参加了平行关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 邝任农参加了来吴战役 孟良部战役和解放济南的战斗 历任北平军事条处执行部 驻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第三解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 华东军区后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 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 联络部部长 济南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 参与领导解放华东的后勤保障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 邝任农被调入我国民航事业 邝任农在空军工作后分管后勤 军务和外事工作 装备建设及外事工作 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5年9月 被授予中将军衔 1975年 因年龄原因 邝任农退居二线 担任空军顾问 1983年3月 离职休养 2003年4月25日 邝任农在北京病逝 享年93岁 从管邝任农将军一省 后勤 军事 正宫情报等工作 都能胜任 并且做的都除此 在开国将军 中属于难得的全面人才 返回邹谱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